1816年 最令我敬佩的探险英雄 意大利人乔瓦尼贝尔佐尼 首次探索了这座陵墓 虽然我没有机会像那位伟大的探险英雄一样 打开一座座陵墓的封印 但作为今天唯一探访这里的游客 我获得了转动钥匙 打开这座陵墓门锁的特权 1908年 霍华德卡特对爱伊的陵墓展开了全面的挖掘 这加深了他对第十八王朝 阿玛尔纳时期牧师风格的了解 为他在14年后主持图坦卡蒙陵墓的发掘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但直到1970年代 专业考古人员才开始对这座陵墓 进行彻底的清理和研究 打开陵墓入口的铁门后 一路向下前往停放石棺的墓室 你会分别路过两组陡峭的楼梯 和两条又长又宽的走廊 如今 古物管理局为墓室安装了松木地板 荧光灯和电风扇 即使你一个人身处其中 也完全不会有阴森恐怖的感觉 与其说这里是陵墓 不如说 它是一座小型的艺术画廊 第二段走廊的尽头就是墓室役 它是一个近似正方体的小房间 也是整个陵墓的前世 考古学家曾在前世的大门上 发现有灰尼封印的证据 这证明了墓室在古代曾被使用过 虽然陵墓的最终占有者 是图坦卡蒙的继任者艾依 但他最初是为谁而建 则尚未形成定论 这两位法老生活的时期是如此的相近 以至于学者们认为这些陵墓 出自同一位建筑师之手 从停放石棺的墓室结构 墓室壁画的内容 以及石棺浮雕的设计这三点来观察 图坦卡蒙陵墓和艾依陵墓 都具有高度相似的特性 首先 这两座陵墓都采用了 与阿玛尔纳皇家陵墓同样的设计 抛弃了第十八王朝早期皇家陵墓 在停放石棺的墓室修建立柱的设计 其次 这两座陵墓的走廊和前世空间 都没有墙面装饰 只有停放石棺的墓室这 有壁画装饰 而且这些装饰源自相同的主题 不幸的是 WV23号爱依陵墓的墓室壁画 遭到部分破坏 国王的王明圈和脸部 几乎都被污损或抹除 这种破坏行为 很可能是爱依的继任者哈伦海部 下令进行的 哈伦海部曾是图坦卡蒙 和爱依执政时期的军事指挥官 在他上位之后 开始下令恢复对阿蒙神的崇拜 摧毁阿肯纳顿时期的建筑和纪念碑 抹除阿玛尔纳时期的痕迹 其实 考虑到这两座陵墓在设计上的相似性 规模大小的差异 以及图坦卡蒙的突然去世 我们的确有理由相信 WV23最初是为图坦卡蒙而修建的 有一种假说认为 作为一位辅佐过两位君王的老臣 爱依早就感知到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 如果要牺牲一个人 那就牺牲爱依自己 于是图坦卡蒙被爱依仓促而隐秘的安葬 给享了三千年的梦幻岁月 而爱依自己则躺在了 本来为图坦卡蒙修建的陵墓里 等待着后世的审判 她的石棺被发现时已经裂成碎片 她的木乃伊从未被发现 学者们认为 她的木乃伊早已被哈伦海部或盗墓者彻底焚毁 破碎的花岗岩石棺 大约在一个世纪前被运送到开罗进行修复 在1990年代才被送回卢克所 重新安置在爱依的墓室 遗憾的是 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 目前石棺摆放的位置 与最初石棺的位置是颠倒的 只有棺盖的方向是正确的 石棺上的名文和浮雕来自《死者之书》 在石棺的四角分别雕刻了奈斯 萨尔凯特 伊西斯和奈弗蒂斯四位女神 类似的设计在图坦卡蒙的石棺上也可以看到 只是守护女神们张开翅膀的角度略有差异 在爱依石棺的侧面比图坦卡蒙的石棺还多出一个飞翔的日盘浮雕 它是古埃及最神圣的标志之一 虽然图坦卡蒙的石棺保存的状态更好 但从浮雕设计的角度评价 爱依的石棺要更胜一筹 它是第十八王朝现存的最美丽的石棺之一 女神们张开翅膀守护死者的设计 可谓是古埃及神圣美学巅峰时期的杰作 仿佛女神们悉心守护之下的是已被复活 即将苏醒的奥西里斯 她向观众传递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宁静与安详 下面我们来欣赏爱依林墓的墓室壁画 在墓室左侧墙面的最上部 你可以看到死者的守护神 女神奈弗蒂斯站在两条太阳船之间 左边的太阳船上有两个支架 上面分别占有两只猎鹰 在右边的船上 站立有埃及神话中九位最重要的神奇 从右到左一次是 拉哈拉胡提、阿图姆、书 太弗努特、盖布、努特、奥西里斯、伊西斯河和鲁斯 下面的古埃及圣书体文字 来自《死者之书》的第130和144章 讲述了赋予死者灵魂的永生 以及冥界之门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移到墓室的后墙 可以看到通向墓室后世的矮门 那里被认为是放置卡诺皮克罐的储藏室 卡诺皮克罐是分别用来保存死者四个重要内脏 胃、肝、肠、肺的装置 通常以和鲁斯四个儿子神灵的形象 作为灌手的雕刻装饰 我们可以看到在通往储藏室的矮门上方 装饰有和鲁斯四个儿子形象的精美壁画 多阿木特夫和凯贝森纽夫 头戴上埃及的王冠 手持代表农业的连颊坐在左边 莱姆塞蒂和哈皮 头上带有下埃及的王冠 坐在右边 在他们中间摆有一张精心绘制的供桌 桌上堆满了种类丰富的食物 在矮门右边的墙上 艾依和他的卡尔在向女神哈索尔、努特和奥西里斯致敬 这与图坦卡蒙幕式的壁画相似 但艾依的亡民圈以及面部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达到了无法辨识的程度 再往右看 在右侧相邻墙面的最上部 展示了死后世界第一个小时的场景 一只代表太阳神白天形态的圣甲虫 从他的圣传中出现 下面是十二只肺肺 寓意着时间以及世界对太阳重现的喜悦 他与图坦卡蒙幕式的壁画 源自相同的主题 接下来 我们继续将目光转到 与肺肺壁画相邻的幕式前壁 在这里所描绘的田园场景 通常只出现在私人的墓葬中 而非皇家陵墓 这个壁画 使艾依陵墓成为帝王谷中一个 独一无二的存在 壁画描绘了艾依和他的妻子 站在一艘由芦苇编织的小船上 驶过尼罗河边缘的沼泽地 王后伸手去触摸 从水中生长的纸缩草 我分享一个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秘密 如果你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绽放于壁画的纸缩草 分别象征了女性和男性的阴部 它们是生命力的隐秘象征 在左边 国王挥舞着一根镖枪 十几只鸭子受到惊吓 从沼泽中飞起 试图逃跑 鸭子们的布局和形态非常规整 一共十二只这一数字再次寓意着白天和黑夜的时间 继续向右 还有国王用鱼叉捕猎河马的场景 但这部分壁画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最后 在牧师的每面墙上 都设有一处专门用来放置明文砖块的方形壁刊 据信这些砖块上雕刻的明文具有魔法 可以保护死者的木乃伊 免受邪灵的打扰 以上就是关于爱伊陵墓及其壁画的全部重要信息 接下来 我绕到爱伊陵墓后面的一处峡谷 试图寻找一些小动物 但看门人说 白天气温升高后 这些小动物都藏起来了 只有晚上才会出现 如果你仔细观察眼前的山谷 它与埃及西部沙漠地区的地貌结构类似 可以轻松得出 这里曾被海洋覆盖的结论 在石灰岩缝隙里 可以发现很多贝壳化石 据推测 这些化石是来自 2至1.46亿年前 侏罗纪时期的海洋生物 这里真的是一处冥想的好地方 充满了宁静祥和的氛围 告别爱依的陵墓 行驶在猴子谷蜿蜒寂静的道路上 有没有的 假设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在这些大石上 这个文字幕 李宗盛 在这些文字幕 李宗盛 上用 和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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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